目前全区疫情每日新增阳性感染者报告数仍然处于高位 社区传播风险高 防输入防反弹防扩散防外溢压力依然艰巨 我们坚持把防外溢工作作为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严格做好离江人员风险评估和审核工作 严管离江交通常战 加强对货运司机私承人员的全程闭环管理 守好近出江大通道切实防控疫情外溢风险 根据国家有关数据统计 自10月5日起 每日报告的外溢人数大幅度减少 防外溢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